小叶子趴在木架上睡大觉,花花过来了,花姐直接把妹妹荡成了垫子,从上面踩了过去,叶子一动不动地让姐姐通过。 叶子见姐姐并不准备和自己玩,一口就把花花拉住,她就是想和姐姐一起玩,起身都要追过去把花花抱住。 但估计因为天气热的原因,花花今天比较高了,就算叶子各种耍宝想逗姐姐和自己,PK一场,但花花依然从叶子身边挤了过去。 炸毛的花花比一般熊猫更怕热,天气一热就不想和妹妹玩贴贴了。 花花往下楼方向走,叶子还舍不得追着姐姐走。 尽管今天已经降温了,还不到十点,花花和妹妹玩了两分钟,就开始热得喘气了。 不过花宝机还是相当充分的,在下班前还主动到观众面前巡视一周。 等她回到前台,叶子妹妹还以为姐姐是来找自己玩的。 姐我等你好久了。 调皮小叶子是太想和姐姐一起玩了,怪不得她平时那么努力地放水。 看花花准备离开,叶子抓着姐姐不放手。 不过现在的气温让花花确实没有心思和妹妹玩。 叶子抓了一会儿还是松手,让姐姐回去了。 今年还没到夏天,花花就热成这样了,玻璃房的使用看来要早日提上日程了。 但花花并不是不想和妹妹贴贴。 今天清早,花花就靠在叶子妹妹身上吃竹子。 趁着早上气温不高,姐妹俩就喜欢腻在一起。 小叶子吃着吃着定住了,好像在和镜头对望。 妹妹去睡觉以后,花花还坚持一直吃。 最近煮损她都没兴趣,反倒是天天啃煮干。 吃完早饭,花花就去秋千运动消食。 就算上班时间很短,花花也过得很充实,小家伙是会给自己找乐趣的。